好,那今次的教程就是教大家看下 如果你觉得开机慢的话,那怎么做呢? 其实非常简单 那我们首先一开始就看下会不会放了Driver 你看到这样就开始有点... 红色的呢,你就记得要清一下 正常就应该是蓝色的 蓝色的话应该没问题 然后想查一下Driver会不会是不够稳定的呢? 那我们非常简单 我们可能只是打一个... 去Benchmark 下落的东西 那Benchmark 怎么进去呢? 最快捷的方法就是打两个显卡的名字 然后就找到User Benchmark 在这里,你就按进去它的首页 然后就按这个Free Download 我之前就下落过了 那它应该是出了你去做... 先下落的... 不要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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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变成了这个东西 好... 很快就打完了 那这个目的其实很简单 那就是看一下本身 你的Driver会不会有事 那所以你就... 记得进去之后就点击 然后就... 它就会帮你自己转到整个Driver 那些东西 就是你把电脑的东西 那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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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见到啦 那它有时会有时候会有点弹点 那些页面出来的 就是在你的转型过程中 那其实就... OK 没什么问题的 那因为它要测试一下你的转型卡 那些这样啦 那你见到它这里写GPU 对啦 就... 再等一下先 那因为它这里就很快的 那它就会弹出一个这样的页面 那你刚才见到啦 那它转完之后 就会转到一个... 一个... 页面出来这样 就告诉你听 你部电脑的一些性能 那些这样 那... 那... 那我们刚才所说啦 就是这里就会列出所有 你的电脑的资讯 那你就见到 它这里有个Bench 就是代表 跟其他同期的去查那些... 的一些... 数据这样 那你就见到呢 有... 就是我自己现在这里就装了四个这样的 那Bench来说啦 那88.5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状态啦 15.8其实是一个非常差的一个感觉啦 那你可以见到的 那上面说 喂...没有Bench 那怎么办呢 其实不选这个的 因为你看到旁边是绿色呢 其实就没问题的 但如果可能黄色 红色 那些... 刚才是黄色的 就是这种颜色的 那...可能会有些问题 那... 那...所以就... 如果真的红色的话 就建议用一换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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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